一些修改 特別重要 開發人員聚集裡面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改過名稱啦 所以本來聚集1現在不見了 大家都下載編輯 會切過來 那你會發現呢 因為我原來 我們原來已經有一個Module 1了 那所以他錄製的話 會放在Module 2裡面 這個地方他習慣上會這樣 反正他錄製聚集 他就不會 把程式 跟你原來放一起 他會另外 幫你所以啊錄製聚集一定會 那個 就是自動產生一個Module 如果你本來有1他就變2 如果你有2他就變3一直都一推 那當然了以後如果你要把它放一起也可以啦 比如說你把這個程式把它剪下來 放到你的那個Module 1下面其實也可以啦沒有問題的 只是說 如果你要就是 當然要知道放哪裡比較重要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呢希望怎麼樣 希望把那個最下面一列的部分呢 變成一個什麼能夠向下 因為剛剛如果 原來是1 他就一直 執行的話 他就會第1次 然後第2次的話又把它 擠到右邊去 他不是蓋掉 他是擠過去 第3又擠到右邊 所以一直往右邊擠 這樣的話呢變成說呢 資料變成橫向的 而不像我們平常看到的就是縱向的 所以呢我如果今天希望縱向的話 那我就需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特別注意 主要是要改這裡 因為他這邊有個叫 Distination 就是你要放在哪一個儲存格啊 那他的位置預設是Range的 A1 意思就是固定在那個儲存格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夠一直到他往下面放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改 這個1就可以了 不過呢 那要改 那怎麼改 其實 這邊的話呢主要我們的需求啦 你可以講如果他是第1次 下載的話 那這個數字是1 如果第2次以後的話 那就是 那個範圍的最下面一列 再把它 因為最下面一列 是那個最 最後那一那一列 那如果你那個會被蓋掉 所以再把它再下一列的意思 那所以呢就是最下面一列再加1的意思 可是 這種邏輯變成說我可能有兩種邏輯 一種是第1次執行 一種是 那個第2次以後執行 那這個地方呢你就可以寫一個邏輯判斷 寫在哪裡呢 通常會寫在這個for回圈的下方 按個TAB鍵 如果 OK IF 空一格 如果第1次下載的話呢 那I等於多少 I等於1的時候 如果I等於1那就是我第1次下載 Then Enter兩下 反之 反之 反之就是第2次 到最後一次 End if 所以我前面講過啦 我習慣 反正if先 如果兩種邏輯一定是 那個有個else 如果多重的話就else 這好像應該前面講過啦 只是說你怎麼樣把它活用 放在你程式裡面 所以以後 學過東西 就除了要熟練之外 也要懂得活用 OK 再來的話呢如果它是第1次下載 那I等於1 那做什麼呢 我這邊產生個R R就是 要放到哪一列 就是指的是這個 E 等於1 第1次是1 那反之的話呢 我就是這個R 因為如果第1次下載 它已經先下載一些了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呢 第2次以後的話呢 那R等於 從Range 從那個A1的儲存格 幫我向下追蹤 所以這個好像前面也講過 A1 從A1 向下追蹤 END 哪個方向啊 向下 XL Down 去追蹤什麼呢 告訴我追蹤到最下面的列 但是追蹤的那個列 它指的 最下面那一列 但是如果你以那一列 當成是你要下載蓋過 那會變成說 最下面一列會被蓋掉 所以你必須在後面怎麼樣 加1 意思是說 那一列的下一列 就是我要再繼續往下 放 第2頁 第3頁第4頁的位置 OK 好 最後的話記得喔 加一個 那個邏輯判斷 那我就再把這個R的變數 這個R的變數自己取的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E 所以把這個E Delete掉 放到右邊之後的話 空格 END R就可以了 因為他 他只是 那個E剛好在最右邊 所以就串一個R 在那個地方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 他第1次就放A1 那第2次的話呢 就放 那個A1的那個 再往下追蹤到的位置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 這樣OK 所以 第一個 一樣先 切到這邊 確認一下 裡面的資料 全部把它Delete掉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試一下 不過呢 如果你寫完之後 當然 不確定是否正確的話 我是建議 你有問題的部分 你可以先設一個中斷點 比如這一行 或者是這一行 可以設中斷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執行 這個時候呢 I等於1 那個I等於1 所以他現在R這個時候呢 也等於1 那所以呢 接下來的話 IndexPage 也是1 IndexPage 串一個1進來 然後給那個網址去下載 然後放在哪裡呢 放在A1的位置 OK 執行 那你會發現這邊執行 最後會怎麼 會下載是這一行 Refresh 在背後幫我query 放進來 OK執行 資料下載 那再來的話呢 按F8 下一個 下一個之後的話 I呢 他會自動 變成2 因為 I的值會變 1、2、3 一直往下 那這個時候呢 I是不是 等於1啊 不是 不是的話呢 他會跳哪裡 跳L 所以呢 他會去抓什麼東西呢 這邊其實 Ctrl向下 101 也就是說呢 我這邊這一行敘述是 讓他去抓到101 加1 因為如果你101 會蓋掉最後一筆 所以我再下一個 所以 抓到了 R 等於 102 OK應該可以懂這意思吧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那 Destination 的位置 他就會自動放到哪裡 A的 102 就剛好 在這裡 往下放 OK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樣OK 這邊現在是空的 那如果成功的話呢 應該 這個地方 他會下載 Indage Page 2 等於2 然後放在 那個第102列的位置 所以往下放這邊 往下往下 一樣去抓那個 Indage Page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呢 第2頁 就下來了 那一時類推啦 其他都一樣 所以呢基本上 我們如果確定OK了 那可以把中斷點拿掉 並且讓他全部跑完 這個時候的話你會發現喔 他就會幫我把 所有所有 Ctrl向下 有沒有 2004 年的1月5號 剛好是 最舊的那一筆資料 Ctrl向上 OK就是 最新的資料 但是問題還有另外啦 那你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這個是欄寬 所以把欄寬拉寬一點點 然後呢 會有幾個問題 每一頁上面都有欄位的名稱 每一頁都會有 這怎麼辦 怎麼樣把它刪掉最快 當然你也可以寫程式啦 不過我後來發現喔 好像資料裡面呢 Z到A一下 Z到A是 那個按照筆劃 排序 或者是說按照資料排序 裡面Z到A剛好是 筆劃最多的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邊不就OK了 那你可以怎麼樣 Z到A之後把它Delete掉 這樣就完成 有沒有 多餘的了 一樣 所以如果你 不放心 你在Z到A一下 他就又再排序 按照什麼呢 按照日期 新的在前面 舊的在後面 好 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不過呢 剛剛那個問題也可以寫程式啦 我後來發現喔 有些時候 當然不見得一定 如果你簡單就簡單做吧 這樣就很快 第二個問題什麼呢 如果 B欄 假設你要統計的話 那他現在呢 是把六個號碼 放在一個儲存格 那這樣你沒辦法分析啊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把 B欄的東西 放到哪裡呢 假設啦 我們把備注刪掉 1 到6號 Ctrl鍵按住 拖拉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 B欄的資料 切開來之後自動放到1到6號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我根本沒用過 有不要先放B2 Ctrl Shift向下 意思說把那個你要切的 切開的資料先選起來 啊記得不要選整欄喔 因為整欄上面會變成 那個欄位名稱也會幫你切 那你要怎麼切呢 你告訴他說 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功能 叫做 資料裡面也叫什麼 資料剖析 各位沒用過這個 其實還蠻重要因為常常會用到 那你跟他講說我的是 固定的符號 因為是豆點 下一步 那我跟他講說豆點 按下一步 那最後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我幫你切開之後你放哪裡 那你就把他放在 這個 目標儲存格 放在D1 意思說把這6個號碼切開 幫我放在1到6 剛好就1到6 有沒有然後按個完成 切過來了 有沒有 這樣就OK 把B籃乾脆刪掉算了 因為其實這個等於多餘啦 這樣的話呢 最後再把它 選起來 點兩下 自動調整籃框 那我們基本上 就已經把 所有大樂透的資料 通通下載 OK 下載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就可以統計什麼 統計分析 一樣的道理 把歷年來的那個大樂透的 那個機率 就可以把它顯示出來了 那你一樣做排名 把大樂透的前期名號碼 把它列出來 就可以做出 我要的結果 OK 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1 我們剛剛是改那個程式裡面多一個邏輯判斷 並且把這個 這個邏輯判斷裡面 把這個R放到這裡 有沒有OK所以關鍵在這裡 這個雲端上有了 你自己再看一下 2的話就把全部的資料 執行 他就全部 16個page呢 全部就下來 但是呢會多欄位名稱 很多個欄位名稱 所以我可以把欄位名稱怎麼樣 重新做排序 刪掉 按右鍵 把這邊刪掉 然後呢再把這邊的資料變成 1 按Ctrl鍵 拖拉過來 特別之外你這個要按Ctrl鍵它才會1到6 沒有按Ctrl鍵它不會1到6 然後呢再把這邊 做資料 Ctrl Shipper向下 做資料剖析 按照那個 豆點 把它 分割到這邊來 再把這一欄給刪除 這個後面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 那後面部分如果你做完之後 就可以再把那個 我們最後的大樂透的分析 再分析一下 看看 大家好